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道地道的新粥炒米粉 简单易学 米粉干爽弹牙 口感丰富 首先 准备50克的虾仁 加入盐和黑胡椒 简单腌制 然后准备蛋丝 在锅中加入一小勺油 下蛋液 摊成一个蛋饼 两面都煎一下 出锅 切丝 接下来我们把腌好的虾仁下锅 微微煎熟即可出锅 米粉300克 下油 加入米粉煎一下 这样做的目的是 让米粉更加爽口Q弹 并且去除米粉中多余的水分 好 那让我们一起来准备米粉的调料吧 咖喱粉一小勺 姜黄粉0.5小勺 糖1.5大勺 盐0.5小勺 白胡椒粉一小勺 火锅 热锅 下一勺的油 加入蒜末 豆芽 青椒丝 洋葱丝 你也可以加入酒黄 我这里没有买到 所以就没有放 好 然后再加入叉烧肉 下调料粉继续翻炒 加入米粉 一勺酱油 翻拌均匀 最后 我们加入蛋丝和虾仁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里想要特别推荐一下 桑巴酱 配米粉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迫不及待的要开动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